今年的台湾同志游行将在10月28日登场 图台湾同志游行联盟脸书分享 第十五届台湾同志游行将在28日登场 台湾同志游行联盟今天发出新闻稿宣布 一人猪头皮与防炯兵会在游行出发前 用歌声表达对同志朋友的支持 日本歌手尼西亚也将来台参加 大法官今年5月24日做出示自748号违宪解释 现行法令为保障同性婚姻令主管机关在宣告二年内需修法 今年的台湾同志游行也将在10月28日登场 台湾同志游行联盟今天也发出新闻稿表示 今年将有三组表演团体 麦克维勋 WISH 李可诚FT 阿超 不农族 变装皇后菲律宾 友善 艺人 猪头皮与防炯兵也会在游行出发前 用歌声表达对同志朋友的支持 日本歌手尼西亚 Misha也将跟TOKYO Rainbow Pride 东京同志游行 联媒来台 台湾同志游行联盟说 今年同志游行主题是瑟瑟性品打开开 大多元教育跟上来活动将广摇在地与国际倡议团体分享对性别平等教育的主张与观察 台湾同志游行联盟表示这次游行邀请各地同志游行的主办单位在开场时分享在地的困境与展望 台湾同志游行联盟说当游行结束队伍回到主舞台时将有家长团体 青少年同志 婚权团体 原著名国际劳工团体 以及来自日 和12个同志团体代表 共同分享各自的心声与倡议